是不是行为偏差怎么小学生也会玩起拍裸照呢 苗栗市有一个小六的女学生 疑似不满暗恋的男生喜欢小五学妹 居然就邀学妹叫到家里去玩脱衣也求拳 这个学妹连输两拳最后是脱光了上衣 小六女生就拿手机拍下她的裸照 这个学妹事后担心这个裸照会因此外流 赶快告诉家长跟学校来反应 一名小六女学生疑似不满暗恋的男生喜欢小五学妹 邀学妹到家中提议玩脱衣也求拳 用手机拍下了学妹输全脱衣画面 学妹担心裸照外流赶紧向老师报告 双方都是隔代教养的家庭嘛 两家都住在两对面 孩子本来彼此之间感情很好 到他们家去玩啊 玩一玩就提议说玩猜拳游戏啊 玩的是猜拳脱衣游戏还拍照 小六生事后还问男同学想不想看 还好家长得知及时删除了照片 礼拜天就一直传简讯要求对方要删掉 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就已经删掉了 校方和教育处立即启动反霸凌机制 并找专业人士协助辅导学生 但小六的女学生恐怕已经触犯了强制 妨害自由散布布亚照片等罪嫌 警方指出等安晴厘清将韩宋少年法庭调查